男子召集回到城中城火警現場 他不是要找家人 而是擔心自己買的房子 還有裡面的房客到底怎麼了 房客嗜聲嗜死男子既擔心又害怕 連電話都不敢打 他說當初看上城中城 一間房才賣52萬 賣下來出租租金原本3500 因為疫情降到3000元 投資報酬率還是有大約7% 更看準的是未來都更後的利益 沒想到去年才剛買 現在就發生大火 房客生死未卜 就連國稅局都因此要查他逃漏稅 當地房眾表示 陳中城因為單位多 近年成交數量也不少 中古價格相對低 甚至最便宜的還有每瓶2萬8成交 房價上面最低啊 兩年內大概有 最低是2.8萬左右 那最高有到16.9萬 他的單瓶價還有總價上面 是很好入手 投資客就會覺得說 有一些利潤可以圖 房仲坦言 陳中城雖然物理老就單因為總價低 加上臨近捷運站與愛河 和生活機能完整 加上都更後 臨近的新屋 開價都上看20萬 因此還是吸引不少投資客入手 TV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